有就是那个练习系统 好像你们每一个人都 对不对 如果你要拿到更稳定的分数的话 你就是考试前每一题都在这边练习 开始练习 然后你就是自己去抓 比如说那个这一题好了 你就是开始答题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说明 然后底下的话有那个程式 那你就把程式贴上去 然后去送出那个答题看看答案 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那表示应该考试的时候 这个就会是对的 因为它的考试系统 跟那个评分的后面的核心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边对的话 将来考试的话也会是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 假设你改写过就是不同的方式 那你可以再把那个答案贴到这边 好试试看 未来当然你也可以贿赂 贿赂程式嘛 它好像也会跟你要个那个点PI的档案 你也可以用开启的方法 那考试的时候不是用贴的 考试的时候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你要去找到那个你档案的位置 然后呢就是送评 它就也是一样 其实到底差不多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说大家有这个系统 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 那就简单许多 因为你们就可以在考试前多利用这个环境 如果你这个环境乱得很熟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考试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另外考试基本上它是用Spider 刚刚同学说杨老师很贴心的帮你们争取用Eclipse 所以考试的话如果有的话 那你们当然就是更简便 只是说存档的路径要记得就是 也是要指向C别底下那个什么 应该是 FNS.CSF 那在底下你存档你要把它存过去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是在Workspace 要不就是你用复制贴过去也可以 要不就是你刚才直接指定那个Workspace 那个目录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我们 如果你只指定那边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架构就是会有一个 这个SRC的目录 对不对 所以恐怕可能直接指过去还是有问题 因为它变成要多一个目录了 那不然的话就是你这边练习完之后 你再把那个档案直接call过去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Workspace的位置 所以知道Workspace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Switch Workspace这边 去找到这个位置 OK也可以 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路径里面的东西call过去 你就是找到那个我们的低谍 C谍或D谍 D谍里面的那个路径 各位就是找到把它贴过去 也可以 就是在TES里面的SRC 那将来的东西都在这里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很多种方法 你就是看怎么样比较方便 你熟练它就OK了 那当然 因为考试还有三天 OK 所以你就这三天 锦炉密鼓准备一下 我想应该很快的就会进入状况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当然未来这个证照 算是基础的 算是比较基本的 它后面还有一个证照 是相对是更 更进阶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刚好登录我又看到 它好像也有把那个 考试的题目也放上来 好像一二三四五 九类后面还有一二三四类 等于是这个 不然你登录有这个吗 有 有吗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话 就是这四类就对了 我刚刚跟各位讲 我在这个月二十二、二十三号 准备去参加的研习 他就是上这些题目 上完这些题目的话 就现场就 第一天是研习 第二天早上也是 第二天的下午就考试 就考这些东西 讲完就马上考了 所以基本上 我大部分时间 其实也没有在天早上 我都是在自己练习 自己赶快准备在天早上 他自己call 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一定要自己重新写过 不然的话 我到考场 我不可能去记别人的东西 我真的记不起来别人的东西 哪怕那个逻辑再简单 我还是记不起来 我的习惯一定要重新自己 从头用自己想过的那种方式 全部重写 那我考试的时候就很简单 因为我已经想过了 也写过了 所以我考试就很顺 但是如果那个题目是用别人的逻辑 然后你硬是把它背起来的 考试紧张就忘记了 或者是说你可能一个地方 真的就很容易就差那么一行 差一个变数 差一个什么方法你忘记了 完蛋了 OK 所以建议 再怎么样我讲的再简单 还不如你自己再想过一遍 千万记得 可以分析啦 TST我没有 但CSV其实跟它也差不多 另外两个其实因为档案格式比较不太一样 但是理论上有差异性不大 再来就是资料库的处理 怎么样建资料库 怎么样建资料表 栏位 然后把它资料做新增查询修改删除 大概就差不多 后面我会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跟各位做介绍资料库 大概你一定要学会的部分 最重要的我会跟各位说明 然后再来就是说把外部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 并且可以做到写录并且查出来 做一些最常用到的相关工 其他的话还有说网页资料的截取转换 里面的话 他有考到那个Request 还有这些像Beautiful Soup 这也非常重要 这些其实就是爬虫的基础 如果你会这些的话基本上爬网路 其实我们也会讲到这些东西 可能Request跟Beautiful Soup讲的比较多 后面时间来得及的话会多讲一些 其他的话还有像资料分析 里面我记得好像他会用到Numpa的那个套件 另外的话还有像Pumpdown 其他的话还有像那个资料的视觉化 其实是视觉化的报表 怎么样把最后的那个资料呢 输出成一个就是一个表 一个图啦 OK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些也会的话 基本上用的应该我想也太 基本上足够 后面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延伸 更多东西 像同学好像比较有心理什么这个机器学习 慢慢训练这部分也非常重要 也许后面那使用的方法都差异性不大 后面可能就自己要延伸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自己就是课程里面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资料形态 那个资料形态叫dictionary就是字典的部分 那这个字典跟那个串列有什么差异啦 其实这个字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 如果list is单一栏的话 那字典的话就是两栏 如果说alist是一栏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dictionary就两个栏位 两个栏位分别放资料 第一个资料就是key啦 第二个栏就是value 所以有个key value架构 那有什么差别 我首先的话我们来复习一下 之前写过的有一个范例 我们把它转成dictionary看一下 之前的话有写过一个什么 练习题有一个输入成绩 输入成绩我们讲过 我们建一个scope 这个scope当它不是负一的时候 它就会输入成绩 最后帮我算出它的几个人 然后它的总分 它的平均等等的 OK 那我们这边 那我们不用简历 那把它输出一下 这边 这个应该还记得 如果我输入98分 共有一个 poto 跑完了 这应该是不等于负一 应该是等于负一 这边写错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分别把资料 分别把它做 等于负一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一些成绩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这个範例 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说 它这边少了一个什么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什么 那它的只有成绩 最后当然你可以统计出那个总分 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个学生的名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记录那个名字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记录那个名字的话 我可以改版改成叫做那个 也是一样 应该是当它等于负一的时候 再来就是输入它的名字 所以会多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key 它的名字 所以我基本上输入的话 然后它的成绩就是八分 那谁呢 学生的名字有没有 姓名多一个 姓名的话也许叫AA 这个人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人是87分 他的名字叫BBB好了 意思类推 OK 然后就是再来65分 这个人就是CCC 最后的话 我要跳离的话 我就打一个负一 他就离开了 那并且帮我把这几个人 人数算一下 总分算一下 平均算一下 Enter OK 那我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会多一个 就是那个key的部分 value就是它的平均 总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结果列出来 那这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 之前那一题先把它打 再来的话 就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dictionary里面 有哪些风能 那我们怎么储存 那个姓名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本 旧的版本是没有名字 那未来要都增加一个栏位的话 未来你可能就是scope 那另外可能一个 一个name吧 或者是什么 然后让它一个丢到scope 一个丢到name 其实这样也可以 可是基本上 Pithon里面有一个字典的资料形态 我想建议你还是用那一个 至少要熟悉 它的概念其实跟两个 两个串例蛮像的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要把那个字典 就是说scope的部分改成字典的话 这个地方该如何改 第一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城市复制 一个新的那个 假设我们要把它改成 全部都把它改成 dictionary的话 那输出多一个姓名 我们来直接改这个 假设贴过去 首先第一个 它的那个空的名称的话 特别是叫scope的话 我们叫做dic 换个名称dic1 然后面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 那个dictionary字典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 所谓的大瓜葡 中光我改大瓜葡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一样让它输入成绩 如果不是什么 如果不是负一的话 一样就是把它加进来 但问题就是说 会多一个栏位 所以让它输入什么 in name 比如说 ins code跟一个in name 这个name name的话就是让它 不过不用转型 因为它本来就只穿了 你不要转了 然后把这个资料放到in name里面 但是会出错 你可能在回缺里面 需要给它一个 初始词 所以初始词的话 把它写在上面 in name等于空的 初始词的话 给它空的 这样的话 就输入一个成绩 如果不是负一 如果等于负一就break 再来就是输入它的 就是它的名字 有成绩有名字之后的话 之前scope的话 只能输入成绩用append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 如果假设你今天 要把它放在 那个字典的话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字典里面 因为它的概念是 那个key value的架构 所以特别注意 key的话呢 你就放在中瓜里面 value的话就放在后面 也就是把那个value 放在这个key里面 那value的话 特别注意 key的话我们把名字当key好了 所以这个名字 特别注意它的名字 配一个什么呢 它的成绩 value value就是它的成绩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跟这边输赶 就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 最后的话 我们把它print出来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底下还是需要几个人 或者什么那些讯息 只是说呢 我们先要知道说 我输入的东西 到底怎么 到底也没有放进来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再把它输 可是问题我放进来 分成两个 两个一个是key 一个value 那可是我将来 我要怎么是print出去呢 特别注意 你要去抓里面的资料的话 因为它里面有两个 你要把它print出来的话 可能需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再把它转成 我的习惯 就把它分开 因为你放进去 是要放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的话 你可能再利用串列 把它分开 所以在list里面可以分一个key key的话怎么 你可以用把那个什么 就是字典里面的key拿出来 key怎么拿出来 dic1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方法叫key 加skeys keys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 大家特别注意 它是其中的一栏 如果说你要把那一栏的资料放到里面去 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list 把它转型 否则的话放不进去 两边的形态不同 那同理 就是说如果有key的话 这边的话当然有value 所以我把这个value一样把它 就是再建一下 就是这边的话我可以再一个value 然后呢这边的话记得就是 从那个字典里面的value 又再把它取出来 value加s values 因为它很多 那最后的话你就把它print 比如说print什么 print这个key跟print value 我们看看这样有没有成功 如果有的话 那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基本上我放的时候是这样放 所以以后怎么去处理那个dictionary 这个dictionary这种资料形态 基本上大瓜糊 然后呢加上keyvalue这种这种方式 取代那个原来的append append只是放进去放进去 最后的话你要把它拆开来 我的习惯是把它的这个key放在一个list 把value放在另外一个list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一下 基本上执行ok之后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一样一定也是输入成绩 然后第二个就是忘了改 什么应该姓名 ok 假设这边应该是姓名 第二个的话就输入他的名字 那基本上我再跑一次 ok save 一下 那所以他的是98分 那这个人是AAA 习惯他十字 那这个eclips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是 再把这个AAA多一个栏位 之前没有的 把它enter 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 把第二个人 所以多一个 那也就是说呢 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87分放在BBB这个key里面 所以他两个是一起的 然后再来就是CCC Enter 一下 放错 放错 没有 没有 不好意思 这样 好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试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 最后把它printed出 你会发现它有key跟mel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 要把那个原来的创业的概念 转成那个字典的概念的话 大致上 就是像我们刚刚秀的这些 就是多增加一个栏位 这等于是说以前只有分数 没有是谁 所以现在的话多一个 我把它输出 然后你会发现谁谁谁的成绩是几分 然后总共几位学生 跟这个跟前面一样 只是说呢多一个key的部分 这样会比较好辨识 不然的话以后所有都是只有成绩 到底是谁的成绩不知道 所以会有key value的部分 请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今天我希望把它改写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改写什么 之前给各位一个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这边有一个 国文、英文、数学 key value 也许你这边key value 如果说我今天 刘晓华的成绩是 最好什么 国文几分、英文几分、数学几分 那问题是什么 一个key只能放一个 那value其实你可以放三个 串在里面 然后到时候 可是问题最后 还要再把它分开来 给这部分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就是用dictionary 之前我们是用4个list 现在的话用dictionary 用一个dictionary 用一个字典就可以了 只是说麻烦的地方就是value部分 将来可能要放三个 你也许在做切割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把它稍微改版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也就是再把那个档案 从外部读进来